哈喽大家好,我是Stell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疫情开始之后,学校就改为了全部网课 我在独自居家两个月后决定收拾行李 退掉房子,飞往加州来和老公会合 结束我们长达半年的异地生活 来到加州之后,我发现这里的气候有些特别 虽然是夏天,却是满山的枯黄,不像麻州的郁郁葱葱 不管怎样,我的新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在加州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夕阳,特别的好看 而且我发现这边的华人超市特别的赞 卖的东西特别全,很多东西都是在国内才能买到的 比波士德那边的要全很多 比如说我今天就买到一种水果叫笔器 我们家那边夏天会经常做糖水笔器 用来就是清火润沸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晚餐 再加上一个条拉皮和豆腐丝蔬菜沙拉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首先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笔器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笔器是长在污泥里的 所以它表面的这个皮上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细菌和污泥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弄干净 我们在就是处理它的时候 先像这样把头和尾部的这部分给切掉 接着我们可以用这个 刮皮刀把这侧面的皮给一点一点的刮下来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苹果 像这样切成小块 水开了之后 我们先放进去一点冰糖 接着我们把刚刚处理好的笔器也下锅 接着我们把处理好的苹果也放进去 最后我们加入一点枸杞 大概加十几颗就可以了 像这样在水里面大概煮个五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就是糖水笔器 下面我们来做拉皮 拉皮我们先来煮粉 我用的是这种火锅穿粉 是在亚米上订的 特别的好吃 像小时候吃的那种芋头粉是那种宽粉 在这边在亚米上订货送货超级的快 一般两天就到了 一打开之后 里面的包装是这种真空包装 我们把这个粉下在锅里 把它煮熟了就可以 煮的话也不需要煮很长很长的时间 它说明大概煮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煮的时间长的话 它也会坨在一起 像这样煮好之后 我们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的话 一定要先把它泡在这种冷水里面 不能直接放在那里 不然它会粘在一起 最后调的时候口感就会不好 我们就像这样把它盛在这种盛碗 装满冷水的碗里面 放在那里备用 我们来做一点蒜泥 我用的是这种压蒜器 是我千里迢迢从国内背过来的 我们往里面放一点盐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点小米椒 然后是生抽 再放一点点醋 最后挤上芥末 东北腊皮一定要放芥末才会好吃 最后我们冲入一点温水 把这个酱汁给调开 搅均匀 尤其是要把芥末给搅均匀了 不要让它坨在那里 这个是我们刚才煮好的拉皮 你会发现因为泡在水里 所以它不会坨在一起 我们拌入切好的黄瓜丝 然后把我们刚刚调好的酱汁 丢进去就可以了 最后再放一点香菜 香菜是一个可以提高生活幸福感的东西 一般拌凉菜我都会放一点 下面我们来做这个豆腐丝生菜沙拉 豆腐丝我用的就是这种薄白叶 我用的时候一般会先切下来一小块 因为我们一次吃不了那么多 先这样把它撕开 撕开之后再切成丝 这样它就会直接分散开来 我们到时候拌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拌 下面我们先把生菜这样放在热水里焯一下 疫情开始之后 我们家基本上就不怎么吃那种纯生的菜了 一般都会这样拿水烫一下 主要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 接着我们再把切好的豆腐丝放在水里过一下水 这个豆腐丝它其实是熟的 所以你不需要煮很长的时间 我们拌好之后再把切好的胡萝卜丝 放进去 接着放入少许的盐 生抽酱油 醋 最后再拌入芝麻酱 芝麻酱会是这个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接着我们把它拌匀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啦 我来等小灰灰回家吃饭 今天我们去给车做smog test 来换加州的牌照 结果结果是not ready 做检测的人说 可能是跟刚换了电池 车又太久没有开 那个检测的recycle没有走完 然后让我们把车在高速上开50mine之后 再来做检测 1 2 3 3 7 看下你是怎么爬上这个 比你腿还藏着凳 比你腿还藏着凳子 比你腿还藏着凳子 比你腿还藏着凳子